歡迎來到吃味幫 繼上次分享的塑膠斷裂結合術 今天再來分享讓斷裂處結合更強的方法 我們接著看下去 這裡是台南的安平古堡 特別的是真正的古蹟竟然是旁邊這一道牆 它是400年前荷蘭人新建熱南遮層的遺址 你發現牆上有像剪刀的痕跡嗎? 我們俗稱鐵剪刀或閉鎖 荷蘭人利用彎曲的金屬來強化衡量與磚牆的結合度 這是17世紀前歐洲常用的建築工法 由荷蘭人帶進了台灣之後 鐵剪刀也變成安心穩固的形象 後續台南有些房子也會用同樣的形狀來裝飾房屋外牆 達到形意保平安的意味 同時在專業品茶人士中 茶壺代表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做高級的茶壺不小心摔碎了肯定會捨不得 就開始有了專業修復的手法 斷裂處利用桃漿塗料混合連接 在其斷裂四周打孔 鑲嵌銅釘 達到特殊美光外形 以及強化結合的強度 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到利用金屬來強固結構是可靠的 在汽車塑膠板件上也可以看到利用金屬加熱後的強固工具 摩托車的塑膠殼修復更是常常見到 但這些工具對身邊的小塑膠產品還是太大了不適用 所以我們來教大家小型塑膠斷裂強化的做法 我們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熱壓金屬絲 另一種是短路金屬絲 首先我們先準備定速機 空按定速機取出一枚以彎曲的定速針 然後拿出橫溫烙鐵 如果烙鐵有馬蹄頭的規格更佳 直接換上 溫度設定依照塑膠可以融化的溫度就好 溫度設定太高的話 塑膠容易脆化並冒煙 所以建議採用橫溫烙鐵來試情況調整合適的溫度就好 若還是有冒煙的疑慮 可以在空氣流通的空間進行 以及加上一個小風扇來抽風是最好的了 接著我們把定速針放在塑膠端裂處 然後把烙鐵壓著定速針進行加熱加壓 你可以看到定速針受熱後將底下塑膠融化 定速針一端就鑲嵌到塑膠裡面了 同樣的方法繼續加熱另一端 直到整個定速針都埋入塑膠裡就完成了 因為金屬絲鑲嵌在塑膠裡 同時金屬絲的尾端是彎曲的 所以可以牢牢的抓住斷裂處 使接合更好 你也可以用電子零件的金屬線取代 這裡我們使用的是四分之一瓦電阻 也是因為電阻很便宜 剪下約1.5公分的銅絲 將兩端向內折加強抓力 同樣用烙鐵加熱鑲嵌在塑膠裡 因為電子零件的接角是銅金屬外表鍍孽 相較於定速針是鐵絲鍍芯 更不容易氧化生鏽一些 對了,這個手法可能讓烙鐵頭 稍微沾上一些融化的塑膠 可以透過沾濕的海綿清潔後 再用助焊機與焊洗接觸 多做幾次就可以恢復乾淨的烙鐵頭了 或者你直接把這支烙鐵頭專門來做塑膠溶接 也是一種方法喔 第二種方法是短路金屬絲 就像埃迪森發明燈泡一樣 讓金屬絲通過電流 就會產生高溫甚至發光 我們拿出可乘式電源供應器 一樣從電阻剪下一段銅絲 同樣的銅絲兩端向內側 但這裡要記得 向內側短一點 有一點小勾就好 然後電源供應器設定電壓3V 電流8A 電源連接測試棒後 直接接觸金屬絲兩端 因為金屬絲通過電流 會產生高溫融化塑膠 測試棒就順勢下壓 讓金屬絲深埋到塑膠裡 這個做法可以讓金屬絲 埋入塑膠更深 效果更好 好啦,就這樣看狀況 鑲嵌適量的金屬絲在塑膠裡 最後再利用恆溫烙鐵慢慢修復外表 記得不要用一般不能空溫的烙鐵做這步驟喔 因為溫度弱太高 塑膠反而會脆化而且冒煙的 我們慢慢修復 讓接合處恢復到平整的外觀即可 必要時可以再用沙紙打磨到更平整喔 這個手法可以適用於常常活動的關節處 或者可能常常磕碰的場合 想到讓接合處更穩固的方法 我們還要感謝荷蘭人的智慧 有機會多出門走走 說不定又會有什麼新發現喔 這次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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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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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